民眾透過健康知識問答 或是完成健走任務 就可以集點兌換毫力 及抽大獎 Apple Watch Switch 及商品禮券的毫力 等你來拿 這是台北市衛生局推出的 2024台北健走區系列活動 鼓勵市民培養規律運動習慣 外出健走 從日常生活輕鬆做起 那一直以來 我們都致力將台北市 打造三個願景 安全之都 未來之都 以及運動之都 運動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我們希望將台北市 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 來到40% 那我們去年 前年鼎剛上任的時候 大概台北市規律運動人口比例 只有38%左右 我們希望能夠突破這樣的一個瓶頸 來到40%以上 所以我們有推動各項的政策 以及做法 希望鼓勵大家多運動 那很多時候 民眾都會反映 平常工作太累 回到家要處理家務 要照顧孩子 而且三餐老師在外 那其實一整天忙完 沒有時間運動 或者是說工作太累 或者是我對運動沒有興趣 但是建種是一個非常適合 各個年齡層 而且不受空間場域的限制 同樣也不用花大錢 採購或去買各項的設備器材 而且也是WHO最推薦的一項運動之一 所以我們這一次特別結合智慧科技 我們不只是跟勇約合作 我們建種筆記也深受大家的喜愛 在這一次台北市 我們很多適合建種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上傳軌跡 累計鑽石點數 就可以對外好禮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鼓勵方式 讓大家能夠走出戶外 多建種 介於散步跟跑步之間 我想大家都可以 好好的來 多走走 多運動 那另一方面 我們除了像今天的台北建種區 結合智慧科技 以外 我們也有U-Sport 這個台北樂運動 我們也希望大家下載U-Sport的App 然後註冊 我們也希望鼓勵 24到64之間的年齡層 多運動 能夠參與 我們各項的賽事 到運動中心 享受運動的樂趣 另外 我們也逐步的來推動 台北市所謂運動中心2.0技巧 也就是台北藥動館 藥 藥動館 我們希望陸陸續續 在台北市適合的地點 已經在包括克強 新生 七虎 我們陸陸續續再進行動工 那另外還有幾處 總共目前有9個點 而且在既有的基礎設施 包括游泳池綜合場館等教室 都有一外 我們再附加更多特色 包括有匹克球 有三鐵的訓練 還有射擊等等 我們希望讓台北市這整座城市 能夠運動風氣更加的興盛 能夠讓運動成為所有市民朋友的日常 所以再次的感謝我們所有辛苦的同仁 對這次2024台北劍走區的努力 而付出我們也希望市民朋友 好好地來使用我們台北劍走區的APP 上傳你的劍走軌跡 多運動賺到健康賺到財富 祝福活動圓滿順利 跟著教練與市長蔣萬安一起動一動 市府根據統計顯示 近十年台北市僅有四成的市民 有規律運動習慣 因此積極培養市民養成規律運動 活動從6月25號到10月25號 從問答挑戰賽的知能 提升到結合載具起身健走 也結合跨局處活動一起挑戰 延續我們之前鼓勵市民朋友 出來走路的一個活動的延伸 然後我們今年推出來 其實你只要下載適當的一個APP 那我們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還可以打怪 然後計算你走路的距離 那走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們還有獎品 靠這個積分可以來換獎品 那一樣我們希望的還是市民朋友 能夠參與這一類的活動 透過健走來增加自己的健康 而且我們希望我們大家 台北市的市民 可以在規律的一個運動的人口 能夠達到40%的一個等級 那這樣子對大家健康都會有幫助 比如說各位像有一些朋友 他們上下班的時候就會提早一個捷運站下車 透過走路的方式 那這就是一個運動的一個模式 那如果快走會打到流汗 那對健康更有幫助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來鼓勵市民朋友 我們大家都來積極的健走 而且健走之外 還可以換獎品 而且提升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 健走是最容易實踐 及推薦的身體活動 教育部體育署112年運動現況調查顯示 有運動習慣的民眾中 最常從事的類型 以散步走路健走比例最高 判藉由活動讓民眾把運動融入日常 記者張啟騰 汪君臺北報導 為linear的如此 仍然殷舍 地達人的規格 師傅福子 入居總 claim 譬如有員填舟